接下来我们把时间推回到 这个礼拜一九月三十号 为什么呢 九月三十号是大陆 刚开始放十一长假之前 最后能够交易入股的最后一天 于是当天上证指数大涨了八% 爆出了一个近期近年以来 单日的最大量 为什么 大家怕放了假之后 买不到一路往上的奔牛行情了 这是上证指数 深圳指数涨幅更大 同样在十一黄金周的前一天 涨幅叫做10% 同样爆出了近年以来单日的最大量 好 礼拜二开始 十一黄金周开始了 大家还是放心为爱 追不到大陆股市怎么办呢 去转买香港的恒生指数 所以你看礼拜二开始 香港恒生指数再往上涨 昨天大涨了快要7% 今天即便一度拉回跌幅超过3% 还留了一个长长的下影线代表 大家对于大陆股市这一次的上涨 还没有结束 桥水基金的创办人 在今天做出了一个预测 他觉得大陆政府如果这一次射出的十七之间 慢慢都可以做到或许这一次大陆的经济 有可能回到之前之前也就是德拉吉的时候 成功挽救了欧债危机 这次很有可能是历史以来 中国股市跟经济非常重要的转列点 真如此吗 那我们现在进场还能够共襄胜举 还能够追得到行情吗 直接做原型的还是去冲所谓的正二 请班老师请您上台来 您觉得这一次大陆抢救股市房市 经济政策有不一样吗 我觉得这一次的话 看起来应该是有机会 让这个入股至少还有一个涨势 应该会有一波的涨势 但是至于这个涨势能够持续多久 我觉得后面还是要看政策面 还有没有什么牛肉可以端出来 这是哪些政策 好 那首先大家看到的就是降准降息 那这边的话可能就释出的这个资金 就可能将近一兆人民币 那另外来讲我觉得对股市来讲 最有提振力量的是这两项 第一个是他让证券基金保险公司 他可以把他手上的股票债券拿出来 去跟人行融资 然后再来投资股票 对 而且他限定了融资出来 只能买股票规模五千亿 那另外来讲的话 他也鼓励银行去让企业 去买回库藏股 而这个部分的话 也是一样也是专款专用 这个规模也是给了三千亿 所以这边又有一个八千亿人民币 的一个放水 资金活水 对 所以整体来说的话 当然就是一个资金潮 那所以我们刚刚看到的就是 我们刚刚说的整个路股 就呈现了一个狂牛的一个走势 但是这一次的话 我们可以看一下下一张图 他的这个上涨 我觉得可能最重要的就是成交量 这代表的是人气的回笼 因为这个路股 大家来看一下今年上半年 他也曾经推过一次的一个政策力多 那那一次的话成交量就是这样稳稳的 那虽然有一波的这个涨势 可是之后呢 就大家就又没有信心了 所以整个呢成交量又一直一直的萎缩 他可以看到到这边几乎已经呈现是一个窒息量了 所以整个大家来看的话就是认为说 中国他在此时此刻推出这个政策 也是一个时机上算是蛮准的 而且他端出来的这个利多蛮多的 所以可以把整个的那个劣势 好像似乎有机会去把它做一个扭转 那整个我们就来再盘点一下 究竟他这个利多有没有能不能持续 当然第一个我们就刚刚也说了 刚刚不是单日涨幅 而是短短的五天之内 上阵就涨了两成 深圳涨三成 然后沪深300涨25恒深涨22恒深光这一波段的涨幅 今年整体的涨幅已经超越台北股市了 是好所以就是说这是五天的涨市 所以这个真的是一个狂牛的走势 五天你看全部都超过两成 这已经足足的满足了我们说翻为牛市的定位了 而且他这个上涨的一个力道呢 当然也会让整个所有的那个散户要冲进来 所以呢事实上他五天的成交量是超过七兆人民币 这个是不是已经超过刚刚所有政策力多了 所以就变成说人气回笼 事实上这个中国大陆在放假之前 已经看到很多的这个散户拼命也冲去开户 然后光是说开户还要排队排很久 因为这个量太大了 然后很多禁止户现在也开始动起来了 所以我觉得这个部分 他确实是让这个所谓的人气要回来 那当然另外来讲 其实以前外资也是一路卖入股 一直卖一直卖一直卖 卖到现在的话 他们也开始喊多了 他们认为说整个入股的本益比是最低的 先前还没有上涨之前 上证的本益比只有十一倍 那现在大概在十四倍 跟全世界所有股票相比还是很便宜 所以这个部分这是他的利多 但是中长线来讲其实很多人还是担心说 这个只有撒钱而已可能没有效 因为最重要就是整个的负债 还是非常的高 所谓的去杠杠 根本就还没有真正的完成 那民众手上还有这么多的房贷 你说他有多少的资金可以再拿来 做其他投资或是消费 然后第二个的话 最主要是中国整个的产业 他是产能过剩的 那在产能过剩的情况下 他出口又出不去 对不对 美国有各种的关税去卡他 各世界各国也要给他克反倾销税 所以他事实上 他整个经济是有问题 所以他除非说 他在内需上面有很多 能够施比较多的利 否则他整个经济是救不起来的 所以很多人认为说 光是只有这个货币政策是没有用的 你必须要有财政政策 所以现在几乎所有的这个研究机构都在讲说 那究竟中国的财政政策在哪里呢 虽然他们最近也有讲说 还要再发债 可是问题是你会发多少的债 然后你会用在哪里 鼓励什么产业 其实这个东西是不明确的 所以大家认为说 如果你没有真的有这个牛肉推出来 这个光撒钱而已是不够的 我觉得现在很有趣 就是说市长也有在讲说 下个礼拜十月八号 十一黄金周结束之后 中国政府很可能就会进一步的 除了撒货币之外开始推财政政策 所以现在大家有期待有梦 这个行情可能就短期不会结束 对没有错 所以当然就是会看他接下来牛肉是怎么样 因为事实上中国的财政支出是萎缩的 所以我们必须要看到说 他在这部分端出什么牛肉来 那否则没有的话就只有资金行情 那后续他如果政策面 有更多的这个力道出来 那当然这个行情就会走比较久 好 如果看好未来还有推薦的行情 怎么选商品 好 没有错 其实是目前在台湾挂牌的 这个中国的ETF是蛮多档的 那我这边列十档 那把有一些规模比较小的 我没有列进来 大家可以看一下 在最近这个礼拜 什么ETF涨最多 你会发现科技股 还有深圳的 或是护生三百 所以这个应该算是先前落后的族群 在这个礼拜他快速的这个反弹 那反而就是说 大家比较熟的包括了上阵 什么A50 这个礼拜好像涨得相对来讲 比较温和 可是如果我们从今年以来 整个的表现 大家会发现什么涨最多 事实上就是恒生的这个国企股 跟香港国企股有关的 对 然后第二个就是中信中国50 那另外来讲的话 护生三百 就整体来说的话 其实应该说是还蛮均匀的 整体来讲都有一个 不错的一个表现 又有香港的 然后又有上阵的 又有护生三百 又有相关 所以怎么抽丝剥茧去挑出来 适合我的产品 好 那当然就是说 因为很多党嘛 投资人也这个很乱了 那我在这边就挑出几党 我们来看一下它的规模 因为你会看到 这个国企虽然不错 对不对 可是它只有八亿 对不对 然后有一些只有五亿 所以这个规模比较小的 可能大家在流动性上会比较差一点 所以第一个挑规模大的 对 第一个我们挑规模大 第二个我们来进一步看一下 规模比较大的这几档 他们主要的持股内容是什么 我们可以稍微来检视一下 像如果以科技股为主的话 大家就会看到 对 都是电子 对不对 那如果说是以中国的内部的一个大型的成长股 大型股来看的话 00632的中国A50 或是富邦上阵6205 他们的持股是不是很像 对 所以你看不是这个喝酒的茅台 就是银行 电力 对 这些 所以应该看起来的话 这两档的持股比较近 所以二选一就可以了 比如说挑价位 这个比较适合你的 是 好 那另外来讲 这个中信中国50 还有这个恒生国企 大家有没有看到 它主要的持股都是什么 就是在境外挂牌的中国股票 就是这两档是不是持股会比较近似 所以也是一样 这两档二选一就可以了 所以另外来讲的话 事实上在台湾投资人 很多规模最大的是这一档 那这一档你看 它就是乳业 食品业 证券业 这个房地产业 所以它是比较偏在 这个高股息的一个股票 所以整体来说 大概可以我们把它分作 这四类的产品 太好了 大家来做一个挑选 好 这是原型的ETF 对 那有人说 既然终于机会来了 我去拼一下杠杆的正二要怎么挑 对 好 没有错 如果说只是我想搭一个行情的话 那确实那个正二的反应就是更直接嘛 我们看光最近一个礼拜怎么样 哇 真的是错过的人 就有点懊恼了 一个礼拜 一个礼拜 33% 是 好 那就整体今年以来也是一样不得了 因为最近一个礼拜把它带上来 所以光今年以来涨幅都超过四成以上 这种再一个礼拜还会再给你33%吗 应该短线来讲 我觉得是说如果这个中国的投资人 这个压抑很久了 现在终于有机会 事实上我觉得十一厂价之后 大家还是有很可能就会跳进来买 那只是说大家还是要比较谨慎 就是说我觉得它波动比较大 因为它都已经是正二了嘛 它波动一定是比较大 所以可能我认为应该还是分批进场 那所以在这么多档里面 大家买什么呢 也是可以考虑规模比较大的这个部分 那像这个的话 这个是境外的 这个是这个境内的 然后这个是互生两个市场都有 大概从这个角度来挑就可以 太好了 太清楚了 谢谢学佛老师请先回座了 明天一开牌 或者说之后一开牌 要有哪些注意的事项 柯老师请您上台来 接下来台股的关盘重点 好 我想就对称理论的时间波来看 这个落底阶段大家注意 是不是出现在十月中旬过后 第二个 十月十五号到十月二十五号之间 那剩下扣交假日剩七个交易日 我想必须留意大盘 是不是会出现落底的K线 在为落底之前 那第一个阶段操作 低位阶低基期 营收加低本益比的股票 第二个 一旦出现落底的讯号 请布局买进全值跟全中股 那十一月底到十二月初 请布局波段操作的集团股 投资市场瞬息万变 今天的利多 很可能就成为明天的利空了 所以怎么样随时能够掌握最新讯息 重点是做出专业的解读 而且化为精准在操作上的多空判断 记得按赞订阅开启小铃铛 前线百分百 每天带你掌握全球最新讯息